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各有不同故事 却同样爱好体育 杨淑淳 洪佩宁 洪玉昭 他们都选择了十大体育系 聚首在这里为了梦想奋力一活 声音响 奔驰的双腿不到终点线之前 绝不停歇 他被第三跑道的韩国选手 还有第五跑道越南选手贾奇 目前大尔的杨淑淳 是一千五和五千公尺 长跑比赛的常胜军 也拿下今年的全大运 八百公尺比赛的冠军 受访时不时露出 腼腆的笑容 在跑道上他专注向前的神情 却让人看到坚持到底的 决心 同样是大尔的洪佩宁 是目前全中运三级跳项目的记录宝石人 今年再创佳基 在全运会摘下金牌 这个有着甜美笑容的阳光女孩 让人很难想象 她的坦逃力甚至能超越男生 深运会摘下金牌 加油 加油 在全大運800公尺項目刷新大會記錄 又在全運會的1500公尺項目中發成二連霸 洪玉招現在跟越南的選手童文他也在拚到了直線 洪玉招在現場觀眾的加油助針之下 最後的20公尺還有力來衝刺嗎洪玉招 大學就讀於政大運輸系 四年沒有接觸田徑比賽的他 數師班選擇重回運動員的跑道 總會沒看到的這次是1個數字 是2個數字的一切是一切 這次是3個數字的 這次是1個數字的 但是這次是3個數字的 是3個數字的 是4個數字的 這次是1個數字的 這三位運動員都希望未來能夠擔任教職,繼續把他們的精神傳遞下去 校園記者李作恆廖丸雅採訪報導